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猛男制服上的纽扣被热情的学弟们一抢而空 还好他护住了离寻口最近的第二颗纽扣 这是他留给他喜欢的女生加赫美的 可当他找到加赫美时 却正好撞到加赫美正跟沙川表白 沙川直接拒绝了加赫美 当然也没有给他纽扣 猛男看着伤心的加赫美叫住了沙川 把自己的纽扣塞到沙川手里 即使对方不喜欢自己 他也依然希望对方开心 这就是猛男的爱情观 猛男和沙川从幼儿园起就认识了 两个人一起长大 一起上下学 甚至就住隔壁 升入高中之后的一天 两人在回家路上看到一个女生被无赖缠住了 猛男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 女生被解救了 但太受惊的样子 是猛男以为自己又像以往那样 被当成了怪叔叔 猛男正为自己总被人误解而苦恼 突然一脚被人拉住了 是刚才被救的女生 看着面前这个认真可爱的 向他说谢谢的女生 猛男瞬间沦陷了 第二天女生又出现了 还带来了亲手做的蛋糕 女生叫大和林子 三人一起吃蛋糕时 林子突然低着头 冷不丁来了一句 猛男和沙川一时愣住了 猛男似乎明白了什么 站起来去了厕所 回来之后猛男告诉林子 沙川没有女朋友 猛男的笑温柔又苦涩 此时他已经决定撮合林子和沙川 他再次决定扮演守护者的角色 守护自己喜欢的女孩 之后林子经常给他们做各种糕点 猛男每次都散口不诀 他看着林子治愈地笑 却只能压抑自己的内心 甚至还要催促林子和沙川 赶快交换联系方式 一次沙川去买饮料的时候 只剩下猛男和林子相对而做 猛男对林子讲起自己和沙川 小时候的事 讲起沙川曾陪自己一起 往身上浇水 来掩盖自己尿裤子的糗事 还有他便当打翻的时候 沙川把便当分给他一大半 那天回去的时候 沙川突然对猛男说 林子是个好女孩 猛男听了很激动 这是他第一次听沙川 这样夸某个女生 顿时觉得林子的幸福有望在即 可当他看到沙川 收到林子发来的信息时 神情还是不免有些落寞 但其实林子发短信给沙川 是约他一起去看猛男的柔道对抗赛 比赛这天 沙川和林子都来了 猛男不负众望赢了比赛 比赛结束后 沙川又被一群女生围住 猛男看到 想去帮林子赶走那些女生 林子似乎不在意沙川的女生员 反倒给猛男 准备了很多不同口味的饭团 这里面还有猛男最喜欢的 味增猪肉饭团 而林子做的这些 在猛男的脑子里 被自动解读成 林子需要他 为他和沙川牵线搭桥 意会到这一点的林子 眼泪不自觉就掉了下来 他哭着跑开了 猛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急忙追上去 却在看到林子身边的沙川时 止住了脚步 沙川明白林子的心意 但感情这种事情 要猛男自己意会才好啊 他不知道怎么安慰林子 就也给他讲起了自己和猛男小时候的事 沙川小时候刚搬到这里时 一个朋友也没有 别的小孩都欺负他 是猛男赶走那群小孩 并和他做朋友 猛男小时候曾经捡到一条小狗 他很喜欢那条狗 但后来得知那条狗是走失的 寻狗喜事的联系方式也破损了 沙川觉得那就自己养着呗 但猛男还是坚持找到狗的主人 小狗离开那天 他很难过 沙川告诉林子 猛男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没有变过 所以他不是不喜欢你 只是有点笨拙而已 林子听完笑了 并说原来沙川和自己是一样的 猛男是沙川的第一个朋友 也是自己第一个喜欢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 猛男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人 而重要的人都是值得努力的 喜欢就应该努力 此时在不远处的天台上 猛在鼓里的猛男 吃完了满满三大盘饭团 晚上猛男收到林子发来的信息 为白天的哭道歉 他说这是突然感到悲伤的事 并不是猛男做错了什么 猛男回复饭团很好吃 原本他还想说很羡慕沙川 但想想又把这句话删了 这一番尴尬就此落寞 但之后猛男决定远离林子 他拒绝了林子品尝新饼干的邀请 于是林子的闺蜜团 为他出谋划策搞了一个联谊 联谊当天 猛男 沙川和同班几个男同学都来了 这时闺蜜们才发现 原来他们一直错将沙川当作猛男 他们在背后也与猛男长得和大猩猩一样 正好被猛男听到了 大概这种话听多了 猛男不打算理他们 刚要走开却听到林子的声音 猛男没想到林子居然会这样维护自己 等到鬼屋环节时 沙川不忍心再看着猛男纠结下去 打算和他说开误会 猛男却突然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原来鬼屋失火了 等到找齐大家的时候 出逃通道都被火堵住了 根本出不去 情急之下 猛男咬着牙以身撞墙 一次又一次 终于将鬼屋的墙撞出一个洞 猛男和沙川迅速将大家转移出去 最后林子出去的时候 突然一个巨大的木柜倒下来 沙川护住了林子 而木柜没有砸下来 是因为猛男奋力顶住了木柜 猛男让沙川带着林子逃出去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就在他快要到极限时 林子和沙川折返回来 和他一起顶住了木柜 看着喜欢的人和最好的朋友和他一起扛 猛男爆发了 最后 猛男把林子公主抱了出来 从火场出来之后 沙川决定好好和猛男谈谈 沙川告诉猛男 他没有交女朋友 是因为那些来找他表白的女生 都说了猛男的坏话 可惜死脑筋的猛男 无法听懂沙川的点破不说破 他只知道沙川看起来很喜欢林子 他开始整个人都不对劲了 一项擅长的运动屡屡失利 甚至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 瘫在家里又被妈妈嫌弃 妈妈都说了 搞急也没关系 只要他不整日萎靡不振 这时林子居然发来信息 邀他单独见面 兴奋紧紧张的猛男到了约定的地点 却得知 远拉林子是想让他陪自己去买沙川的生日礼物 虽然有点失落 但猛男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 两人走在一起 娇小的林子根本跟不上猛男的脚步 只能走几步 跑几步 一开始的不协调 很快在林子的笑和猛男的体贴下同步了 他们一起开心地挑礼物 照大头贴 看表演 吃蛋糕时 林子开心地说 大家准备如何为沙川国生日 猛男看着女孩快乐的表情 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林子的男主角 就又默默退回到永远得不到爱的男二号 林子以为他说的是蛋糕 就开始和他说做糕点的秘诀 猛男以为他口中的她是沙川 就苦涩地说 自己很羡慕有喜欢的人 对自己这么用心 可这话在林子听来 却以为是他心里 还没忘加贺美 原来在游乐场那天 他们还碰见了加贺美 闺蜜们帮林子打听到猛男 沙川和加贺美的那段故事 在猛男看来 林子喜欢的是沙川 而在林子心里 猛男早已有了喜欢的人 加贺美 在恋爱面前 人会不自觉地自卑 他们从没有想过 对方喜欢的原来是自己 两人的心里都有结 回去的路上就都沉默着 经过一座桥时 他们发现桥下的河里有跳鱼 这才都兴奋起来 林子告诉猛男 自己喜欢一个人时 不仅会开心 也时常感到难过 忍不住流泪 他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如果猛男愿意的话 可以跟他讲讲喜欢的女生 因为他懂得单恋的滋味 这番话几乎耗尽了 林子所有力气 因为他也决定 退到守护者的角色 回去后 猛男隔着门对沙川说 把生日那天的时间留出来 还有林子很喜欢他 沙川正要出去跟猛男讲清楚 猛男却已经不见了 沙川决定一定要让猛男看清楚 林子喜欢的人到底是谁 第二天 沙川告诉猛男 生日那天自己不去了 并让猛男带他去找林子 他知道猛男害怕林子受伤 一定会去的 在沙川的提示下 猛男先后去了糕点店 自家菜馆 甜点店 面包店 他终于知道 原来林子的糕点 是为他做的 从萨赫蛋糕 星星马卡龙 到泡芙 巧克力罗包 每一样都是为他而学 为他而做 甚至还跑去问他妈妈 他的口味 学做他喜欢的 味增猪肉饭团 猛男终于明白 林子做点心时 心里想的人 是他 林子喜欢的人 一直都是他 那女孩对他展现的 每一个阳光笑容 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最大的勇气 是最好的朋友给的 也许是心有灵犀 隔着老远林子 就似乎听到了猛男的声音 在那座桥上 两个人终于敞开心扉 互表心意 这句迟到的我喜欢你 终于说出了口 青春懵懂的爱情 终于在这一刻 波云见日 雨过天晴 好了 我是小迷的媳妇 请关注看电影了没 和我一起成为开心人 我们下期再见 明天